他被地方法院持续审理林毅市涉嫌贪污案 今天传唤了中联前董事长翁朝栋 想要厘清这个林毅市协助地勇公司取得合约的过程 而翁朝栋公称 本来地勇公司是被评选不合格 但是林毅市来电说这真是不给他面子 还扬言要叫经济部长出面评理 更在半夜叫他到服务处去听讯 那么看起来这一段证词很可能是对林毅市不太有利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市是否为了帮助地勇公司争取转炉石合约 对中联公司施压 台北地院今天传唤中联前董事长翁朝栋 中联副总金崇仁 以及林毅市办公室的主任聂纯贤要厘清真相 在庭上翁朝栋公称 第一次评选地勇公司不及格时 就接到林毅市的电话 说他不给面子 要求修改审查的标准 半夜还叫翁朝栋到服务处 说要找经济部长施言详出来评评理 甚至怀疑金崇仁从中作梗 更呛说看我有没有能力把金崇仁给换掉 而金崇仁被传唤到庭时 则没有直视林毅市 还一直称林毅市是委员 由金崇仁的公词反复又吞吞吐吐 法官还是忍不住斥责 你是否还在担心他把你撤换掉吗 要他好好说实话 针对林毅市涉嫌贪污案 台北地院持续审理 下次开庭预定要传唤经济部长施言详 道庭作证 就算赖正元台报道 在这些评论里面的评论里面的评论里面的评论呢 谢谢观看